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这样一句话 千万不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 凡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 等待这个家庭的多半是悲剧 悲剧一词让不少父母心里位置一阵 但这句话确实令人深思 在一个家庭中 如果我们太把孩子当回事 家里永远是孩子第一 不仅把孩子变得会以自我为中心 也会忽略了对自己的关注 对伴侣的关心 幸福的家庭都不会让孩子地位高于一切 一 再爱孩子 也不能让他的地位比你高 赵薇曾经在综艺节目中餐厅中 和几个妈妈交流育儿精 有个妈妈说 昨天问孩子 以后要不要跟我一起出去玩 孩子说不要 赵薇问 为什么 他看不上你哪里 妈妈说 哪都看不上 我在家里的地位被排到最后 赵薇说 你不能让一个孩子在家里的地位这么高 将来你老了 他也觉得你没那么重要 不能太把孩子当回事 没错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孩子的地位越高 父母的地位就越低 教育孩子时就越困难 当家长以孩子为中心 孩子自然而然地认为 在这个家庭里 为他独尊 他的要求 父母要满足 父母的要求 他学会了拒绝 时间久了 他就只在乎自己想要的 自私冷漠 不自知 所以 别让孩子在家中地位高人一等 否则当你老了 就会尝到自己重的苦果 二 再爱孩子 也不能把孩子 看得比伴侣更重要 在很多家庭 孩子不知不觉 成为夫妻之间第三者 办公室里 有位年轻的姑娘 有了孩子之前 小两口感情很好 但有了孩子之后 姑娘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丈夫似乎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可有可无 前段时间 遇到他的先生 问他最近的变化 他只是苦笑地说 有了孩子之后 我们两个人 生活变化得挺大 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 安静地吃个饭 看个电影了 这种体会 很多人都有 有了孩子 我们常常不自觉地 忽略了自己的伴侣 其实夫妻是每个家庭的核心 夫妻关系在家庭关系中 应当始终居第一位 其他人只能退后其次 即使这个人是孩子 对孩子来说 父母之间流动的爱和温柔 就是最好的滋养 人们总说结婚久了 爱情就会变成亲情 其实这是很糟糕的 一段婚姻里 如果没有爱情 只剩下亲情 那么这段婚姻 绝对是有问题的 别因为孩子 忘了如何相爱 三 再爱孩子 也不能因此忘了爱自己 有的妈妈结束了读书生涯 有了工作 有了家庭 有了孩子 几乎将所有的时间 都花在孩子身上 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生活和追求 微信昵称头像 都变成了孩子 休息的时间 都变成了陪孩子上补习班 和朋友见面 话题也都围绕着孩子 社交圈子越来越小 兴趣爱好也越来越少 很久都没在意过 自己是不是过得高兴 不知不觉中 我们把人生的价值 希望 重心 全都成了孩子 有个妈妈曾经对我说 我每天围着孩子转 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了孩子 而孩子还是各种问题 甚至越来越叛逆 了解之后 才知道这一妈妈 全职在家带孩子 没有自己的爱好和空间 夫妻关系很一般 她过得并不开心 经常不自觉地 带着抱怨和脾气 去和孩子相处 后来孩子大了 学会了反抗 于是恶性循环 新衣物说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人首先要爱自己 我没有办法 一无所有地爱你 教育 不是只让孩子努力 最重要的 是让孩子 看到父母如何做人 如何面对生活 千万别因为爱孩子 忘了爱自己 我没有想过 他命中不停 是恶性循环 我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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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怎么做